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還要忍耐久 剛剛Mike後跟九哥說的 狗哥用這個U Gundam,不知道有沒有跌架 馬沙反擊、寶渣等 狗哥的玩具多了,他要擺放貨倉 我也是喜歡展示出來看 回到家看,有時打開櫃子,我很多變形金剛 即是元祖那隻,有一隻都跟了30年 即是早期卡通片,手腳比例是完全沒有美感的 對,完全沒有 等於早期玩的,我們年輕人玩的超人 角頭很大,手腳很大 你剛才的那個星級呢? 在外面 但正如我們那次去上環看店 你看看,很多人都覺得很像番薯 但我們最喜歡找這些 我看見很多的即使司機,尤其是新金鋒的車前面的位置較長 哇,屌你都被黏著,全民部都會玩具 是啊,有些的 其實是不是很不安全呢? 那你只要… 第一,你長期曝光,你不能放貴的東西 有些我看見都會黏著很多BB展示 整個車都BB展示,鋪在一起 會脫色的 但是你老老實實 你會否真的會阻礙你的視線 或是阻礙你做事呢? 應該不會阻礙你的視線 最重要是你能放得去找 因為突然掉出來,弄到誰都不好 有些很流行的,四面佛也有 是啊 觀音大使也有 是啊 有時見到,在道後鏡上 放一些四面佛 佛珠 我們也見過有人放玫瑰鏈 有些玫瑰鏡也有 即使唸玫瑰經 有時有些平安符 那你自己覺得 怎樣的情況才不會太影響大家的視線呢? 我看你沒什麼 我沒什麼放這些 我只放一兩個超人公仔 中間這裡有個 你旁邊都是放電話 對 中間到後鏡上掛著那些東西 都是我媽媽在車廟廟求的 隨便吧,安心吧 不會太多的 有些水晶燈也有 什麼都有 我明白的 始終你長期工作 在自己的駕駛艙裡 你應該有一點點絕 有的,沒那麼悶 人生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個同行 很喜歡小紅維莉 把女人全部放在小紅維莉 都見到有罪 有很多以前是多的 其實現在已經少了 是嗎 你覺不覺嗎 以前的阿叔 正如說放一些菩薩 也有 薑花 很多 我覺得小巴魯也有很多 小巴魯也有很多 小巴魯也有很多 整個萬年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那些什麼 文昌竹 文昌塔 是呀 拿大水瓶瓶 插進去 插進去 是呀 很有趣 我自己覺得 盡量 情趣還情趣 不要影響駕駛 那時候 我也有看過 私家車子 過癮 私家車子 又有紙巾盒 還有車子 不知道是哄女兒 還是怎樣呢 小巴魯也有迪士尼 那些公主車 有一些 有些人擺在屎露臂 做些懶惹 那輛車 有整個火柴盒 那些 最流行的 我是覺得 好好的一輛車 做甚麼 搞到變得 還有 早幾年開始 很流行 很少是貴人 外國不流行 貴人和日本人 一玩就玩得很大 一會就 不會玩小小小的 一玩就玩得很大 整個車都改裝了 對 改變金剛 早幾年開始流行 大家應該看到 很流行 外面掛著巴斯光年 掛著有胡敵 但是外國不是犯法嗎 外國是犯法的 是不可以的 因為他扮演這個 Toy Story 那時候也是巴斯光年 不知道是誰 在車頭那裡 還是那隻無神神 那隻混蛋 扮演了在車尾 其實 要提一提 警察有權 抓的 我們看看 這個V1 是104和105 104 打倒歪了 阿妹 後期叫阿琪 幫我們調整 這個是什麼 這是極安給我的 他下班的時候 乘搭的士 看見 裝了這個 不知是清新空氣的機 還是什麼 看105 不用擔心 不擔心 放在這個位置裡面 強行 這個重裝備 司機又戴著口罩 嗯 嗯 這個你見過什麼 這個 我知道有師兄 是有裝的 不知道是不是類似 他直接 裝的那隻 是 什麼 屎維沙 即是廁所那間公司 OK OK 大家很害怕回家 被老婆問 都會浸脫 對吧 因為一定是 去過卡拉OK 去過酒店 那些地方 是 是 他有出一隻產品 就是 不知幾多分鐘 噴一噴出來 這隻 我猜是類似 我猜是類似 可能是空氣清新機 那些過濾器 真是好事 你上去的客人 很開心 很安心 今天我乘車 我回到過來 那個兒子 幫我處理車窗 我說司機不是 開了一點窗 會好一點嗎 他被拘捕了 不知原因是怎樣 現在 大家都很希望 車廂裡面乾淨 但是我見 十居其九 大家 大部分的的士司機 都有戴口罩 戴了幾天 但我相信 現在的口罩 供應量 在香港來計 只有買貴 不會沒有 是 對嗎 不會說沒有 好像早一陣子 很慘 戴了五天 我聽過 有 我碰到面 碰到兩個師兄 戴四天 你看到的 都起了毛 灰灰的 白色灰灰的 看到真的很慘情 但現在大家都OK 也有洗手液 看到人家噴清潔劑 但我聽過一個新聞 就說是某一個的士團體 其中一個是鋼士 接受一個電台訪問的時候 不小心說出來 對 不小心說出來 近陣子的士開始怕死了 那些傻子從深圳灣衝回來香港 那些的士司機沒有人肯去深圳灣去接客 好來就找警察去接些人 或者不想死的人 在深圳灣下來香港人 是否有件事 某團體的幹事 多謝大家都聽到心機 才可以網上重溫 是的 但是這個傷確 我就不敢說錯誤 是不是真的少了人去呢 真的怕的 連續兩個星期都很多人下來 真的有人等車 是嗎 那些草馬就會上去的 那你沒有客人 我怎樣放進去 是 沒有理由的 我不想知道是沒有的 對 但是草馬比較近 就可能在霞村 草馬是罪隱高危的車 其實理論上是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搭了很多車 你也知道我都是微服出巡 都是對這件事的經濟 了解行程 不是我節目中有夠的事說嗎 是嗎 是嗎 的士判官是全香港 由商臺 到大氣電波 到TVB 哪個 是哪個 最貼貼的 的士節目 真是混蛋 我每天坐的士 有夠的事說 我們也有聽到 他很多司機的太太 是吵架的老公 你不肯准上去深圳灣 有有有 不肯准讓你上去 有的有的 有的 手足都已經 已經吵 包括 很多 就儘量把小朋友 那些很小的小朋友 尤其是上兩個星期 上個月左右 最厲害的時候 如果有地方有外交 或者其他地方 又說要停火 就多慎覧 帶給jo南ían girls 去做 Paa Ba Ba 妻子和媽媽說對手 說出很多事 甚至才把機場bin Verf 都是放下 過超過拒絕 對 那些數量就 雖然會害怕 真的會害怕 深圳灣 是大警 十幾台客人 fog 你的臭 geht 有些將軍鎬都會擋進去,如果知道,都是害怕,真的不敢去 我就想不相信沒有一艘紅艇在元朗 就沒理由收不到封 但你怎知道是沒有人願意接,你的會告訴你 有些朋友,有草蠻的,他拿完一刻,草蠻也有等的 總之十幾台下有,每個人站著,站著11點半就要關關 那裏就變成禁區了,外面的路會封 大人說,如果他屎乏行,晚上漏夜過來十點多,等到天亮都沒有車 就大人說,他就不可以離開了 警察會和你,我簡稱,和你清個關,看有沒有人躲起來 可能警察見到這樣的問題,你怎樣看?等到明天 因為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只有的士,又沒有的士 那你有沒有留在這裏便宜,他願意在法例上或其他事 可能都不容許他在這裏過的,要關關 迫於無奈,可能要用警車,車載走他們去找其他交通工具 通常車載去哪裡呢?一路屯門 屯門市中心,多數都是屯門市中心 去屯門市中心丟下他,那時候你們的紅艇也好,6輪也好 其實他也可能會接回紅艇的 對呀,其實都是高危的 因為我也試過,林三關,大家在說空窗期的時間 我在葵方,我那天真的沒有進去深圳灣 關口我也沒有去過,沒那麼幸運,有人帶我進去 我在葵方,兩台客,他就拿著兩隻大鏡子 一上車就看見神情,然後我就問他 哥哥,你是不是在加州回來的 他很不好意思,我說不要緊的,你上了,我都沒辦法上了 我稍後會做些功夫的事 最重要是要出聲 對呀,跟他聊 然後他也說,上面都坐車都真的很麻煩 即使是羅湖,其實所有關口都知道是很麻煩 他們說最後是轉火車,好像再轉地鐵還是怎樣 不知道為什麼會去到葵方,很有趣 他也不肯理了,有車就去了 因為他說有些直通馬式,又失車,賣站也賣不到 大家也知道深圳的交通樓,不知道深圳有多少公里 那些人坐的士去關口 所以那天有沒有延遲散關,好像也遲了一點 即是你要清澈所有人數 那我又看看101這張圖 好,101這張圖,如果你的apps彈了出來 你老闆,加錢20元,火炭進陽川去火車站 大家都很明顯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的客人 即是很明顯,這個就是剛剛坐滿酒 可能是 會不會有工作人員下班 這樣也會害怕 黑警下班也好,什麼東西也好 或者裡面的保安還是怎樣走下來 你又接不接呢? 我當然不肯直接啦,這麼聰明,你老闆 回來啦 加了20元,你老闆走也能走到的 真的行到 真的行到 我猜他為什麼要叫車呢 因為他一定有行李箱 而且老實說,這些不是晉陽村上面的村民 晉陽村上次我都去過 上面後面還有一些公屋 他們其實就是乘搭到那些6公屋 那些是不會的 很明顯這些一定是一串大小 有家當,有旅行行李箱 可能是一家四口 在這樣的情況,他一定要用車子 但其實如果拖行李箱 拖到火炭火車站,都不是那麼遠 其實真的不是遠 不是難走,也不是斜路 老實說,你落這個命令 你都知道你屌你老闆在什麼地方 不是啦 你又知道你的起點在哪裏 你的中點在哪裏 屌你老闆,你好意思,還要加20元 你都不是我,你屌你老闆 那你一定沒有人接這支旗 在迪士資訊網上出這張照片 就是被人屌你老闆 是呀,屌你老闆 真的假的 不過,老闆老實說 如果他出到屌兩塊 這樣也不同 你要拼命 我屌你老闆 他是隔離員的 你不知道 現在一分鐘14天就不行 現在有二十多天 如果大個百分比這麼低 假的時間你也會中 你老闆老闆 好,那你接觸了那個 剛才你說的那個 在廚灣的行李箱 你可否怎樣清潔 你有沒有清潔你的行李箱 就是警狗 為何要這樣奔走出關的人 去屯門 大家真的不知道他從哪裡來過 你怎樣追回所有的事情 你現在,說真的 你剛剛有個案子 他還在中了服 說有一個人 在哥爾夫球場裡 跟一個香港人接觸過 然後跟著他覺得 那個菌在香港 帶了一個人 帶了一個人 而這個香港人 就回到香港 其實他無法追 你很難追 其實是的 其實現在 這些就是細節 有時候可能有些位置 其實有沒有想過 你的觀眾開 是不是需要有這些部署 這件事就要政府考慮 好了 大家真的小心 如果在這一節所說的故事 給大家聽 基本上我們沒有想辦法 確認知道我們接一個客人 所以每位的士大佬 或者怎樣也好 麻煩你們不要做漏工夫 清潔好你的車廂 為己為人 你一個不小心 帶了回去 你老婆熱情如火 一見到你老公 這樣扔掉你 你就糟糕了 回到家之前 腳都噴了 那些三褲鞋 尤其是跟你家人接觸之前 就洗乾淨你的手 洗乾淨你的手 鞋子就不要帶進屋 這些一定要記住 不是重招 我記得那次我車完那台 抹完之後 我的口罩用了無奈 都說 穩陣一點 穩陣一點 這些是說真的 雖然一盒最貴 例如380元 你除了50個 都不用花8元 對 這些是沒辦法 不能節省的 你心安 你經常扔著 然後突然咳兩聲 你又扔著 對 你的喉嚨不靠 你的喉嚨不靠 好像卡卡的狀行 很害怕 現在全香港人喉嚨不靠 都不靠 忍著眼睛 因為卡卡的 咳嚨不靠你了 其他人呢 今天咳嚨不靠你了 早上吃了丁蛋麵 辣辣辣 咳嚨不靠 我咳嚨不靠 再噴下去 很醜醜 屋地的街 剛剛有一段影片 我想分享給大家 是RTHK 九哥說了很久 為什麼香港那些抄牌 這麼落後 為什麼不用電子抄牌呢 終於有了 有了 聽聽我的電子打印 牛肉桿先 會開啟 電話入面 的流動應用程式 Scan QR Code 如果在車證上 沒有 QR Code 它是可以手動輸入 車牌號碼 去拙取車輛的資料的 當輸入了車牌之後 那個流動應用程式 就會以GPS定位 簡選上所在的位置 完成了以上的步驟 人員就可以拍照 它就會顯示當時車輛圍合的位置 道路的標記 交通的標誌 和現場的環境 完成了以上的步驟 它就可以列印出電子 或者是復判通知書 這樣就會在裙群式打印機 慢慢地列印出來 那列印完畢 那交通速度員 就可以跟現行的機制 這樣 將一張掃票 對了 擺在維麗車輛的水埗上面 這樣 擺得久了 聽不到 擺得久了 不放心 我們試過 就算被水浸入也不會化 那如果曬了人呢 曬了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當然不會化 放心 這些記者的水準 真的是低 跳起 你講真的 這麼弱智的問題 即是 張紙會不會濕 有膠袋 對 一向都有膠袋 你擺放兩三個星期 它不會退出 大家都了解 如果他這樣就抑救了司機 對 但是 我覺得他整個程序 好像比他更麻煩 他自己拿手寫抄 又要拍照 又要拍環境的東西 最初我覺得也是會的 但他還沒習慣 還有他做個示範給記者看 對 跟著又不認知 你那個 他給他那部手機 他把東西射回去 不知道會否射回去 還是他回到 那些資料報告進去 如果你真的一天不幸 你撿二十支這些抄牌 那你真的有很多照片 有很多檔案 你回去又要過 又有分類 其實他會不會做多了 paper work 你以前的抄忍完 就算夠了 都不是的 以前回去有底 他都要再寫回 但一經過電子 我想他也是靠手指 讀兩讀 起碼不用拿著這些筆寫 那你起碼一掃到 QR Code 其實車的資料 行車證有沒有過期 其他資料的資料 全部都沒有出現 立即可以印刷出來 好的 這個做法 因為接下來的新行車證 有了QR Code 提醒大家 有些駕駛說 Dale 你想想 我遮蓋QR Code 就可以了 兩個解決方法 就是阿上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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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全清清楚了展示在你的左上角 不可以有任何遮掩 或者令到執法人員看不清楚 因為都是犯規的 理論上就是那句 你違法泊車 其實你是非法佔據路面 影響到其他路面使用者 其實是很不應該的事 香港最近為什麼尖沙咀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觀塘區這麼麻煩 大家有眼睛看 就是亂搞的泊車 你覺得是對的 那你就沒有任何話可說 這個計劃 首先是三個月就先給交通導員試驗 即是我們逐清是黃居立 阿sir就還未配備 不知道哪一個這麼幸運 那張告票是0001 那個值得是尖沙咀 我將來拍完 很有趣 其實我都是向好那邊想 現在科技先進 我覺得是對效率對交通是有幫助的 當然有些車主你們自己小心點 拍成點 有幾個區會先做試驗 我會的 快點來觀塘區先尖沙咀 好似觀塘沒有份 我知道將軍很有份 另外也想有個影片給大家看 連續幾集都希望大家做生意也好 心靈氣和 以和為貴 和氣身材 不要這樣按鈎 逆境總會有 打逆境波 哪一個人都這麼順利 老惡也打很多逆境波 如果你打逆境波 也垂頭喪氣 或者將路火牽涉在他人身上 你還沒過連年 你會被人打咬死 以下這傢伙 不知道為甚麼傢伙 差下是不是打架 打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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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磅對一個 100磅都不行 認真點 望力一點點 打到啦 打到啦 Connor 入場 打到啦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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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些位置 老實實就算我在這裡 我都要打報警 衝過去勸交 沒有人打 全世界都影響著你 你都要停止他們 全世界見人出醜 這些人又很難過 你幹嘛這樣被人羞辱自己 你自己羞辱自己 最主要是打得不精彩 那瘦那個可能會巴西游術嗎 似有MMA格局 高大那個 原來是肥賊 沒辦法 胖太多是他轉不了身 不夠腰力 還不夠 你怎麼看同行這麼傻 那真是傻的 正如我所說 打來幹什麼 大家去鬥吵 就算了 吵完就算了 有傷 對呀 那個爆光被人打 對呀 而且我告訴大家 你現在說真的 你這段影片 去警察那裡 是有機會告咎他們兩個 公的地方行為不檢 行為不檢 就是互相嘔鬥的 對呀 兩個都已經告完了 已經告完了 證據誇集了 兩人在嘔鬥 那為甚麼呢 無論來頭 這些情況 是可以有機會判一年 網上傳聞就說他們搶生意 搶生意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生意難做 是更明白的 一單半單就有救 亦都可能他兜了很久 一邊摸摸摸摸摸 有時候甚至乎未必搶生意 大家都搶個位置 對呀 搶個頭位 對呀 可能都是沒有客戶 對呀 如果你是這樣 我是不想讓你刨我頭 沒有錯 這樣解釋 接著是初則口角 繼而開拖 其實我經常都說 現在這樣的環境 真的令人意志消沉 繞一繞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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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來客人 客人又沒禮貌 又做雞腳給你享受 你這個人真的一定是傻的 很老實 你不要說專不專業 你怎樣都會有 跌架的 但是 你唯有想 現在的景色是這樣的 你要開工 你要心裡準備 去排隊去成功 真的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 儘量有時候 找朋友數 苦又好 如果我跟你也是那份人 適量的發洩吵 是應該的 對呀 經常都說口吵口回 對呀 經常打就是吵你 自己又辛苦 找自己笨拙嗎 回家老婆見到你 都怪我 經常爆發光 幹什麼 你怎麼解釋呢 對呀 打了鞋子 為什麼不見了 都是單太 你要買個拖鞋 對呀 都是大家要心平氣和一點 沒辦法的 你說誰多好脾氣 你撞一隻 一個小時做兩條幾 就24元的生意 你給多好脾氣的人 他都很冷靜的 這樣看起來 始終有些事情 都會拉長 整件事 總有高低的 對呀 如果你很執著 現在這一點 歷史新低 你有沒有想過 之前你大水的時候 賺到很多錢 一年來拉長 你就看回事 可能會好些 不要只單一看今天 或者明天你會好些 對呀 下個小時會好些 對呀 唯有這樣 除非你真是劇事 不做 你總是說一句 你不做什麼 做什麼 對呀 做看奸嗎 對呀 到時候你又說悶了 對呀 那時候都說了 做人不是這樣 好了 今天就這樣 下個禮拜 再和阿狗哥和大家 再做即使判官的節目 拜拜 拜拜